好 上面在第二段作者描述了 风俗这么重要 所以咱们必须要对它有所了解 但是怎么入手呢 在第三段作者讲了 要研究风俗 必须要有一些前提 咱们看第三段第一句话 他说 The study of custom can be profitable only after certain preliminary prepositions have been accepted and some of these prepositions have been violently opposed 前面白色的是主句 这个没有话说 only一直到句末是时间状语 after在这是时间状语从句 only我们说了 only后面加上时间状语 一般翻译成直到才 only加普通状语是直右才 加时间状语叫直到才 直到我们在某些基础性的观念 一些基本的观念被接受 并且一些观念被激烈的反对之后 对风俗的研究才是有好处的 才是有益的 这个先说研究风俗不简单 首先有些基本概念要得接受下来 有些概念要强烈反对 这个时候研究风俗才是有益的 profitable就有好处有益的 这里边有些表达 咱们看一看 首先是这个preliminary 这个生死中有 是什么意思呢 coming before a more important action or event prepreparatory 就是在一个更加重要的行为或事件之前到来的 或者是预备性的 就是开端的 初步的 预备性的 在更重要的事情之前的 准备性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比如说 after a few preliminary remarks 在几句开场白之后 就是预备性的 先说这么几句 后面说主要的话题了 叫开场白 几句开场白之后 再比如说 preliminary inquiries 就是初步的调查 在重要的调查之前 做的初步的调查 preliminary experiments 就是初步的试验 preliminary negotiations 在一些预备性的 初步的谈判 然后再谈更重要的话题 还有呢 你像我们经常说的 preliminary contest 就是预赛 预选赛 这本文中 就是一些基本性的 初步的一些 这个概念 proposition 就观点 概念 见解 看到 不要跟那个借词 那个词搞混 借词是 proposition p-r-e-p 开头的 这是p-r-o-p 不一样 叫proposition 什么意思呢 statement that expresses a judgment or an opinion 或者assertion 就是我们 说的这么一段话 这么一段表达 它表达了我们的判断 或者我们的观点 或者是翻译成断言 也行 某人的观点 见解 主张 断言 这是proposition 某人的看法 观念 主张 比如说 the proposition is so clear that it needs no explanation 这个观点是如此的直白 清晰 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释 某人的观点 见解 主张 再比如说 I approve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love alone can awaken love 我同意 这个观点 这个见解 Approve 如果做极语动词 叫批准 Approve加off 是同意 这个咱们在 第十一课 第九课 就是王室见谜活动 讲过 我同意 这个见解 这观点 什么呢 爱本身 就能唤醒爱 这是某种观点 我们家同位同聚了 这是这么一个 本文中说 这个直到 在某些基本的观念 被接受 并且有一些观念 被激烈的反对之后 对风俗的研究 才是有益的 那首先他得说 什么观念 什么观念被接受 什么被反对 下面一一唯唯到来 首先咱们看 第二句话 咱们看第二句话 第三段第二句 他说了 In the first place any scientific study requires that there will be no preferential weighting of one or another of the term of the items in the series it selects for its consideration 他说 In the first place 就第一了 或者首先了 任何这个科学的 这个研究 都需要什么呢 requires 需要 后面 that就到 去某大事避运送去了 需要什么 there be 为什么出现 there be呢 这be怎么回事呢 不应该there is 这个be明显是be型的虚拟了 我们在新概念三册 就多次讲过 在建议 要求命令 这样的动词 后面跟到be域从具里面 一般要用 should do型的虚拟器 在美国呢 这个should是被省略的 在英国呢 should写不写都行 所以这there be 其实是there should be 那个should在美国一般不写了 在要求嘛 建议 要求命令 其后be域从具 这个微动词 应该有should do 这个形式 should一般 在美国是不写的 在英国写不写都行 这就是我们中文中文 类似于应该吧 都要求什么 应该不能有任何的 这个preferential 就是有偏向性的 偏向眼的 waiting 就对某个东西侧重 来自动词 wait 侧重于 就不能有任何偏向的侧重 of one or another 对这个和那个 有一些偏向眼的侧重 什么呢 of the items 一系列的东西 就是东西了 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一个东西 两个东西 in the series 在这一系列的东西中 不能有对这个 那个的侧重 什么一系列的呢 it selects for its consideration 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这个series 一系列东西 可以看在省略的关系 在此位置 这个it是什么呢 这个还是前面的科学研究 有语经 scientific study 这个出于自己的考虑 而选择的 这么一系列的事物之中 不能够有偏向性的侧重 这是一个基本观念 这个必须被接受 否则 对人类研究 是没有好处的 这不承接第一句话了吗 对 整个看一看 首先 这个任何科学研究 都要求什么呢 在科学研究 出于自身的考虑 而选择的 一系列的事物中 不能够有任何的 这个倾向性的 这个侧重 就不能厚此薄彼 要一视同仁 这是基本的一个 preliminary proposition 就这么一个 这里面有些表达 首先这个 首先就看一看 in the first place 首先 那经常跟in the second 一块用 in the first place I'm too busy and in the second I don't really want to go 首先 我太忙了 其次 我也真的不想去 首先 写作中经常可以替换 比如说 first firstly 或者first of all 或者用 to begin with to start with 都可以表达 类似含义 就首先 首先第一个 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 there be 不说了 虚拟系了 刚才说了 preferential 叫有所 优先的 偏向的 对某个人某数 有优待的 它来自于偏爱 preference 这个名词 动词prefer 不是更喜欢的意思吗 就是of giving 或者receiving or showing preference 就是优待的 或者给予优待的 得到了优待的 或者刚刚才发言的优待的 就行了 preferential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eferential preferential 优待的 看个例子 Europe has given Caribbean banana grower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欧洲 欧洲给了那些 加勒比地区的 橡胶种植者 种植人 20年的 优待的 这么一种待遇 对他们待遇 比其他人好 优待的待遇 Caribbean 也可都是Caribbean 三册十二个讲过 加勒比海的 加勒比海地区 preferential 是优待的 后面这个 preferential waiting 它来自动词wait 就偏袒 偏向 这注注意 可不是wait 是wait 当名词 可以表示重量 但是作为动词 作为动词来用 especially passive 尤其用于被动语态 它是个基于动词 就是plan or organize something in a way that favors a particular person or group 或者直接相当于bias 就是偏向 偏心眼 偏袒 就是这么规划 或者这么组织一个东西 用这样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它更偏向于 更有利于某个人 或某个组织 就是使偏向 使偏袒 是这么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例子 a law weighted against those owning land weighted against 被动课 过去分析后制定义 有修饰这个law吗 对吧 就是对土地持有者 不利的这个法规 这么一个法规 对他们很不利的 weighted against 对他们有利呢 把against换成in favor 就好了 a law waited in favor of those owning land 对土地持有者 有利的偏袒的 这么一种法规 这是这个weight 做动词偏向 名词就weighting 还是偏袒的意思 这个侧重 这个整个就好理解了 首先 任何科学研究 都要求 为自身的考虑 而选择的一系列的事物中 不能够偏向于某一方面 不能够厚此薄比 对吧 是这么一个 他说呢 这个 他把对风俗研究 跟其他的科学研究 做了一个对比 你看 咱们看第三句 然后我们进一步 给咱们讲道理 in all the less controversial fields like the study of cacti or termites or the nature of nebuli the necessary method of study is to group the relevant material and to take note of all possible variant forms and conditions 做了一个对比 他是在前面的多少之前 是气质章语做状语了 在所有那些 就争议性不那么大的 这样一些领域里面 controversial是有争议的 争议性不那么大领域里面 比如说 后面两个逗号之间 like在下号下 是超过语 就别用说 like是借词了 比如说像 对于什么仙人壤 对白蚁 或者是对星云的 本质的这种研究 就是争议性并不太大的研究 那么必要的研究的方式 是什么 is to 这个to do 跟后面的to do并列 都是做后面 系动词 后面的表语 这动词不定是 做表语了 我们说前面出现 这个十一动词do 后面的to可以去掉 前面没有十一动词do 做表语的 不定是to do 不能省略 咱们说过 是 第一个是什么 把相关的素材 都汇总到一块 group原来是集体 团体做动词 就变成个集体 汇总到一块 并且干嘛 还要去注意 take note of 就是pay attention to 注意所有可能的 那些变化 不同的形式 还有不同的条件状况 就是我们在不那么争议性的研究之中 对客观事物的研究之中 必要的方法是把素材汇到一块 然后注意里面的不同的东西 就好了 这个里面有一些表达 咱们看看group这个动词 这个我们知道 to mak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form a group 使某个东西 形成一个集体 就汇集 聚集到一块 使人或事物 变成一个小团体 聚集到一块 你比方说 the children groups themselves around the teacher 孩子们让自己环绕在老师周围 聚集到一块 围成一个圈 变成一个小集体 聚集到一块 再比如说 all the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will be grouped together for convenience 注意为了方便考虑 所有的多项选的题 我们都会把它 这个多选的问题 把它汇总到一块 就汇集到一块 汇总到一块 那本文中就是 把所有相关的素材汇集到一块 好 下面我们再回到集中 再看看后面那个 take note of 就是表示注意 这个习语也比较重要 咱们看一看 take note of 就相当于 pay attention to 或者take notice of 大家可能对后两个 更常见 都是注意 看个例子吧 people were beginning to take note of her talents as a writer 人们开始注意到 他作为一个作家 这个才华 注意 关注 take note of 就好了 本文中注意什么呢 take note of all possible variant forms and conditions 所有可能的 那些不同的形式和条件 这个不同的变化的 相亦的叫variant 这个也值得咱们看一看 它的形式的意思表示 having or exhibiting variation 或者differing 有或者表现出不同的 就是相亦的 不一样的 或者相当于differing 就类似 different 不同的 相亦的 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variant form of the word 这个单词的一个 不同的形式 就像color 英式和美式 不同的拼写 英式是COLOUR 美式是COLOR 那么这COLOR 就是color的一个 variant form 不同的形式 再比如说 a variant form of oxygen known as ozone 一个氧气的 不同的一个形式 这被称为叫臭氧 这个不同的 相亦的 不一样的 但是注意这个词 也能当名词来用 作为名词来用 就是变种 或者变体 可数名词 发音拼写一样 它表示什么呢 something which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another similar things 跟另外一个 类似的东西 微微有些不同的 它们都是同一个种类 但是它跟别的 类似的事物 微微有些变化 变种或者变体 这后面这词 一般跟on 或者off type 比较常见 什么什么的变种 你比如说 there are many colors on the market now all variants on the original drink 市场有很多的可乐 都是最原始的 最初的这个饮料的变种 最初都是什么 可口可乐 后来出现什么 百事可乐 建议可乐 很多很多可乐 都是可口可乐的变种 就略微有点不同 再比如说 后面叫off there are four variants of malaria all transmitted to humans by a particular family of mosquitoes 那么我们说 有四种不同的 这个malaria 瘧疾这种病 它们都是通过 某一个家族的 种属的蚊子 传播给人的 这是这个瘧疾的变种 叫variant 这个形容所名词都可以 好 这是第三句 下面接着看第四句 看屏幕 它接着说 in this way we have learned all that we know of the laws of astronomy or of the habits of the social insects let us say in this way 就用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在上一句话 讲的方法 把它放在一块 再看不同之处 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方式壮语 我们就学会了所有all that开始到句末 这是一个定义 从今修饰这个all 如果先用词是不定代词 那么关系代词一般不用which 咱们用that 所有 what that we know 我们所了解到的 关于什么呢 that we know 这个that关系代词 做know的比语 know的比 know something of 关于什么什么 关于什么呢 关于这个天文学的定律 还有关于or 这个off呢 跟着off并练 都是know的答案 know something of 这个了解那些社会化昆虫的 它的习性 比方说 let us say 就比如说比方说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就能了解到这个东西 这个let us say 是个复习 let us say 有的时候可以把let us 去掉 就是相当于for example 比方说 例如 有的时候单独用个say 也行 早就讲过了 咱们看例子 to see the problem here more clearly let us look at a different biological system let us say an acorn 为了把这里这个问题 看得更清晰些 让我们来看一个不同的生物的系统 比方说吧 看一颗象树子 一个象 象子 这比方说 let us say 就比如说了 好 我们下面再看当年在第八课讲过的例子 就是47页的13行到第15行 47页13行到第15行 他说美国人将非常乐于达成这两个协议 就涵盖了关于这个标准什么呢 就是医疗设备和 然后医疗设备的标准 然后敲定一揽子的协议 是涉及到haronin say 注意 say electronic goods and drug manufacturer 比方说吧 关于什么电子产品和药品制造方面的 这个协议 say 像let us say 比方说 比如说 这个是老知识的复习 好 他说这是对一般的争议不太大的东西的研究 但是他都说对人类的研究啊 就有点不一样了 他说了 看下去 it is only in the study of man himself that major social sciences have substituted the study of one local variation not a western civilization 他说呢 只有在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之中 怎么样呢 这个it is come that 搭配是这个强盗剧嘛 在人类自身的研究之中 主要的社会科学才用了什么呢 对某一种地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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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的东西的研究 比方说 对西方文明的研究 来代替对整个人类的研究 subtued 后面跟fool搭配 后面的fool被省略了 他有上下门 这个the study of什么什么的研究 这个that代替前面的study vibration 这个变化不同的类型 地方那种变化不同的类型的研究 比如说西方文明的研究 这就是刚才一个 我们说的local variation 用它来代替整个人类的研究 就其他的 对这个 这个什么 仙人掌的研究 放在一块 看不同 而我们对人类研究 是有个地方 一个变种的研究 来代替整个文明的研究 这个里面有些小的变化 咱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后面省略的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个省略是什么呢 substitute the study of one local variation that western civilization 其实这个that western civilization 就是前面one local variation the study of one local variation 同位于吗 that代替study of就是前面of western civilization就是local variation 来代替什么呢 for the study of custom of all human beings 来代替对整个人类的 风俗的研究 这个有了上下文了 所以这后面的for 整个被去掉了 它就来自固定搭配 substitute a for b 注意后面那个a 是新的东西 for b 后面的b 是被替换的东西 一定做辨析 replace b with a 用a来代替b replace第一个评语 是被替换的旧东西 with后面是新的东西 这两个都是代替 但不要搞混了 搭配刚好相反 咱们看这两个句子对比 you can substitute chicken for beef if you don't like red meat 如果你不喜欢红肉 你可以用鸡肉来代替牛肉 鸡肉是白肉 牛肉是红肉 但用replace呢 就是翻过来说了 you can replace beef with chicken if you don't like red meat 如果不喜欢红肉的话 可以用鸡肉代替牛肉 注意 本分钟substitute 后面那个跟它新的东西 是用来代替的新东西 就是看明白了 只有在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之中 主要的社会科学 才会使用 对某个地方类型的研究 比如说对西方文明的研究 来代替 对整个全人类的文化风俗的研究 感谢您的词 感谢您很想像